上班時間忽然跳電 辦公室無七抹黑 不只電腦不能使用 夏天沒了冷氣 又悶又熱 根本是爐座針毯 2022年303跳電場景讓不少人靜意猶新 不只因為正值上班時間 跳電時間超過12個小時 影響超過500萬戶停電 如今這樣的場景竟然又差一點再度上演 受到403地震影響 何必電場損壞機組還未修好 沒想到15號傍晚又有四部發電機組跳電 讓台電蹭手不及 在這上入夜後沒有太陽能光電 供電吃緊 被轉率一度剩下不到3% 其實昨天晚上有僵壓 說你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對於電 像是對台積電這些比較高科技廠 他們的社會就會出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未來幾年會持續的發生 全台電力拉起警報 傳出台電最終占雪莉發電全開 同時機構台積電調度柴油發電機制下 今天把被轉率拉回到6% 躲過一場跳電風暴 在夏天缺電 跳電的停電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今年又蓋了那麼多廠房 對 所以今年應該電會不夠用 跟企業接電這也是第一次聽到 也會啦 但是因為它就是突然性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避免 對 所以假如它可以提前先告知 或者是哪個遲斷的話 那我覺得會比較好 昨天只有到四月中旬 它是歷臉四月最高的負載 在昨天最高到三五二七萬千瓦 雖然它這個風托不斷 但是或許它今天或明天 就能夠順利的避免上來 但眼看現在才四月 還不是最尖峰的用電季節 這差一點釀成北台灣跳電危機 再加上今年七月和三廠一號機即將處役 屆時用電挑戰恐怕將是一大難題 三十元中央六的副詞才被報導 既然說情況下 既然說ham Each Time 雖然說的 雖然 Grand 雖然說 雖然說